我们欢迎你 Covid-19疫情持续至今没有两年 此地人会在槟城洗肾中心主办感恩会 邀请医护人员前来参与 为了他们在前线抗议的努力 之前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 跟政府的医护人员们有一个合作 就是我们的这个Covid-19的 Home Surveillance Program 所以在疫情就是最近的疫情都比较缓和嘛 所以我们就想说要再请回这一些医生们呢 来这一个感恩晚会 就是感恩他们在那一个时候的付出 素食自助餐 医护人员抗议短片 以及人员会成员的心得分享 让感恩会充满温馨气氛 也让医护人员对此季有了进一步的认知 那么我很感恩 医护人员在这两年半 在这个Covid-19的pandemic的资助 那么在得到医护的协助 我们的重重困难都容易过关 我们接受到很多医护的帮忙 在这个时候还邀请我们来一个感恩会 觉得是一个荣幸 我代表我们槟城回省部的所有资源相识剂 至万万二分的协议 其实我之前还没有听到这个Covid-19的证则 我之前还没有听到这个Covid-19的证则 我还没有听到这个Covid-19的证则 我今天也没有听到这个Covid-19的证则 感恩晚会在人育会成员与医护人员共同演绎一家人手语下圆满露目 期许未来持续持续与医护人员携手面对患难 大爱新闻 蔡迪根林学圈 杨子泰 马来西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